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王力宏李静雷离婚事件似乎还没有结束 2月11日李静雷律师声明回应 近期争议并指控王力宏冻结他的账户 不付赏养费 王力宏回应称 王力宏平时让工作人员交现金给李静雷 没有转账证据所以无法澄清 王力宏说 之前每个月付出的赡养费是21万人民币 希望所有纷争回归司法 考量孩子的利益 已经命令任何一方都不可以透过媒体贬低对方 王力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这是非常可笑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王力宏怎么解释 李静雷都表示否定 这一次依然是否定 李静雷从未收到过王力宏的钱 包括现金 那么两个人到底是谁在撒谎呢 谁能想到 当年偶像歌手出道的王力宏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你是我心中的日月 怎么会离婚 而且据李静雷的爆料 王力宏似乎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干净 私生活也是相当混乱 本以为结婚之后的王力宏可以回归家庭 好好过日子不好吗 挣钱还不够用吗 就不能学习一下周继伦放下工作 重新照顾家庭 王力宏2013年11月27日与李静雷登记结婚 那一天无数粉丝感到了后悔 这才刚刚过去八年就官宣离婚 果然婚姻承受不了七年之痒 离婚的原因 李静雷已经为微博常问中说得很清楚了 这些爆料绝对不是空风来雪 我不敢完全相信李静雷的一面之词 但是从王力宏的回应来说 李静雷爆料的事情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很真实 又比如这一次提到的21万 到底有没有给这笔钱 其实很简单 这个给现金的说法并不是王力宏律师声明里的 而是爆料里的李静雷说 王力宏没有给抚养费 实际是他根本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王力宏提供了 所以现金不现金的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没有拿出任何王力宏出轨 不给抚养费的证据 也有人说 这个年代给现金直接穿帮了 详细过程我们不得而知 我很想知道为何不能好聚好散 难道不知道这么互私没有任何好处吗 李静雷不混娱乐圈也许影响小 王力宏你这是不打算继续混娱乐圈工作了是吗 为了一些事情互私真的格局小了 生了三个孩子也是很大的功劳 王力宏你作为丈夫和爸爸难道就不能谦让一下他 让事情赶紧平息 这么说好像对王力宏不公平 因为当初想到你们认识恋爱的时候多么浓情蜜语 可现在为了离婚反目成仇 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 黄晓明洋颖的婚礼惊艳了半个娱乐圈 最后也是离婚 离婚很干脆 没有拖泥带水 没有护思 两人协议好 直接签字 谢谢 谢谢